所以我们对人要不要真诚 必须的 在真诚中 才会有好的发展 你说你跟人家互动都觉得 反正我就已经达到巅峰了 然后我这样看着你 你觉得这样人家会跟你交心吗 不会的 所以导师跟谁都是很真诚 而且也很容易忘我 只要在街上遇到 都是怕等一下服务不周 还跟进去帮人家选衣服 真诚之心 油然而起 这一切的真诚不是做作出来的 就是为什么 因为我想我的学员会更好 所以他刚好有 正在人生抉择的时候 我还可以给你一点意见 是不是 所以你下次你在街上等我 随时就在你看着那家店 我就出现了 嗯 这套不错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 人和人之间在真诚里才可以有非常珍贵的发展 在甲中 会不会淡而无味 所以咯 这样看一下隔壁是不是真诚 真诚在哪里呢 不是只有心 所有流入于外 对不对 云内于外都是真诚 所以你听懂我讲吗 你真诚不是只有心真诚 你要不要表情也真诚 你说你心已经热如火 表情是这样 人家跟你能不能交流 不能 你光这一点明天去上班你就做实验了 你就找一早来看到同事 你就给他一张真诚的脸 你看跟你的互动 如果真的有那么回事 就开始写心得 今天早上我找了三张真诚的脸 然后点点点什么好事发生 很难说 搞不好就因为这个起因 你明天就加薪了 是不是 因为老板刚好看到你 他是第四张脸 然后你用真诚的态度跟他的互动 谁也不知道 有没有什么化学变化 好事就成正 在超马事件里面 很多事情发生是可遇而不可求 是不是 你特别的刻意说 我要发 我要发 我在老板面前 我特别展露着 我真诚的笑脸 硬体与软体要同时增长 你的笑容才比较可爱吧 是吗 你跟隔壁笑一下快一点 我问你啊 你像跟隔壁笑重要不重要 重要啊 你知道硬体update 软体没update的时候 那笑起来会吓死人 你知道吗 硬体update了 软体没update 反正就是有缺一方 就是让人家觉得不尽性 那人还笑 不知道里面有什么问题 但是你每一次跟人家的互动中 他都感受到 你的诚意 你知书达理的这种底子 你各方面都是足的 所以你朋友闭上眼睛 想着他这身边的朋友 谁最好最最最最最什么 第一个会不会想到你 人员立刻就起来啊 hierarchy 留乎 明 resolution 加点 逅 大